接下来的一百多里地,他们一天就赶到了,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入了上京城。 京城之前,苍修玄在宋神的面前拿出了自己的人皮面具,给自己稍微伪装了一番。 你这个技术简直也太好了吧,完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 一容数罢了,处处我已经安排好了,我在上京有一处还算不错,但是不在我名下的宅子,你应该会喜欢的。 宅子也不算是很偏僻,但是远离了权贵的聚集地。 苍修玄他们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在上京的街上,走进那个宅子。 门房的人在苍修玄进去好久之后,都还有些发呆。 看着苍修玄拉着宋臣的手,看着两个人的背影,他渐渐地红了眼眶,湿了眼角。 他们的小主子总算不是一个人了,主子可以放心了,真好。 遇到烦心事了。 突然有些抑郁了,上京的房价简直太贵了。 我一想一下自己好像也没有做什么,但是太自以为是了。 我现在赚的那些银子,根本不算什么。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? 当然是继续赚钱了,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,最好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。 苍修玄轻笑。 这才是我认识的宋臣,永远都是充满了斗志。 但是你要记住,不管你有什么情绪,你都可以在我的面前表露出来,就像今天这样。 这个时候就发现,有个人能这样多说两句,也挺舒服的。 负能量全部走光了,明天我又可以继续去找铺子了。 你有选中具体想在哪边开铺子吗?想要卖什么? 你这是要出手帮我了? 你想多了,我是正好手上有铺子。 你要是有看上的,直接找我租或者是买的话,不也是一样的吗? 横述我租给别人也是租,我又不是不要你的银子。 你手上的铺子不是已经租给别人了吗? 如果现在让人推出的话,那岂不是很不合适? 无妨,再给他换别的地方也行,优先你,这一点小小的方便,你不会也不让我给吧? 那倒也是啊,这算是女朋友的特权了,我接受。 那收拾收拾,我们再去转转。 宋辰这样雷厉风行的性格,一让他等到明天,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苍修玄索性就在今天带着他把这件事情定下来算了。